各位同學大家好 接下來方程老師要來介紹的是 一個二次函數 它的圖形跟X軸較為兩點 已經知道了 這個兩點之間的距離 我們要問說其中的位置數 我們來看這個題目 這個題目是說 Apple S4s平方加4s加k 它圖形跟X軸較為AB兩點 AB線段等於2 K的值等多少 看起來有點困難 第一個 你可以知道說 我們的 Apple S 它其實是可以配方 對不對 加上k 那就加上這個一半的平方 它減掉一半的平方 所以你可以寫成它是s加2的平方 所以你可以知道它的對稱軸是在x等於2的地方 或者說x加2等於0的時候 它是它的對稱軸 開口向上 開口向上 然後 這個對稱軸 那代稱軸呢 這個 這個是x等於2 等於2 然後 跟x軸的交點是AB AB 那已經告訴你 AB等於2 可是這個 對稱軸要 對稱於這個 焦點的地方 所以這個 總共是2 那只好每一個都1 那這個是x等於2 所以這個點一定是-20 對不對 -20 那所以這個一個 加1的話是-10 一個呢 是-30-1 加1-1 所以呢 你就可以知道說 哦 原來它的焦點啊 跟一個手焦點 當Y10的時候 Y10就是FS0的時候 那這個的解 這個的解 這個是0的時候 那這個的解呢 它就應該是有兩個 一個是-3跟-1 好 那這個K呢 其實我們可以有 根與吸收的關係 所以 這個可以知道說 -1跟-3呢 為這個 s平方加4x加K 好 Y這個時候是0 因為這些焦點的Y就是0 那它的兩個解呢 就是-1跟-3 那這個A分之C應該是 跟它乘機有關 就是 A分之C 1分之K 應該是兩根乘機 那就是-1乘3 -3 答案就是3 所以我們的K就等於3哦 好 好 這你會了嗎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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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3 -3 -3 -4